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江沟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企业级团队开发的合作流程 首先是了解Web应用程序的开发步骤 这个是针对我们程序员来说的 首先是从需求确定我们要开发的功能 需求当然是由需求方或者说产品部门他们提过来 然后再从功能去确定一个表现形式 一般这个还有页面的设计 这两个步骤一般是由我们的设计部门去实现的 好多企业可能只是说在研发部门当中有那么几个设计的人员 然后是功能的实现 功能的实现这一步是我们程序员主要做的工作 然后静态页面与功能相结合转动态页面 这个也就是说前端设计人员他们设计好了 HTML还有CSS还有GS这些东西把它做成了静态的页面 它页面上的内容呢 并不能够根据我们管理系统后台的内容的添加而变化 要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就需要开发人员把静态页面转换成动态页面 当中呢就需要我们的那些什么模板引擎 比如说墙构里面的模板引擎 把静态页面当中的某些部分给替换成动态的标签啊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展示我们从后台添加的那些内容 就可以动态的改变页面上面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测试啊 功能做的差不多了就是测试 测试呢也包括有什么功能性的测试和非功能性的测试啊 有单元测试也有集成测试 还有一些什么安全性的测试等等 然后测试完成以后呢 就是可以部署和上线了啊 这就是我们研发人员的角度来看一个web应用程序应该有的一个开发流程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团队里面啊 整个企业级的团队里面 他们的合作啊 会有哪些步骤啊 会怎么样去做呢 首先是我们了解一下团队的角色啊 在一个正式的企业正式的啊 研发的那些企业里面呢 他们至少我觉得应该会有这样三个部门啊 第一个就是需求方啊 提需求的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产品部门 第三个就是研发部门啊 有一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 可能那个运维呢 是由研发来兼职的啊 也有也有的甚至是可能比如说需求方啊 提需求管理呢 是和产品部门一起兼任的啊 那么就最最终就只剩下两个部门 就是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 这个是最两个最基础的 然后需求方呢 也就是说我们提需求的那一方 这个有可能来自我们的客户 有可能来自我们的竞争对手 也有可能来自我们产品啊 那个产品部门自己的想法 也有可能呢 来自我们程序员自己的在那个模块构建 或者bug修复的过程当中啊 内部产生的一些需求啊 都是需求方 然后产品部门呢 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职责 主要就是说确定这个产品的定位 以及这个产品的表现形式 实现呃实现方式等等啊 然后呢 研发部门是主要来完成啊 功能性的设计啊 编码实现和维护等等 然后运维部门呢 当然就是线上的发布与部署等 这一块啊 服务器运维这一块 然后合作流程 嗯 讲一下 首先呢 肯定是准备我们团队的开发的环境啊 这个呢 所以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Vagrant或者是Docker Vagrant呢 是一个能够很方便的构建 统一的团队开发环境的东西 比如说我创建好了一个 那个开发环境以后 那么我可以用Vagrant 把它打一个包啊 做一个镜像 然后其他的程序员呢 来用我这个包 然后他就跟我拥有了一模一样的开发环境啊 这样子呢 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Docker呢 它是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容器啊 在我 它是基于Linux的 假如说 嗯 我用的是Ubuntu 你可能用的是CentOS啊 还有可能是用的是Arch Linux啊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但是呢 我们的项目啊 它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服务器上面去啊 运行去测试 对吧 有这样的需求啊 不同那个操作系统版本的服务器上面去测试去运行 然后呢 我们用Docker 它就可以把我这个应用程序运行相关的那些组件啊 全部打包起来 把它相对于说做一种隔离 然后呢 我打包好了 过后呢 你那边用Docker把它给安装一下 你就可以拥有跟我这个项目上面运行的一样的环境就可以了 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一些什么公共服务器的 角色啊 权限啊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公共的测试服务器 或者说数据库服务器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 别人开发人员要登陆进去啊 新来一个员工以后 你要把它给添加到这个服务器上去 让他有这个权限去操作才能够进行开发工作等等这一切东西 然后呢 就是需求的分析问题的跟踪评审与反馈 这一块呢 主要是由呃 需求分析是主要是由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来一起来完成的一些事情 然后问题的跟踪呢 这个问题也可能来自测试的那边的反馈 也可能来自产品部门的反馈 也可能来自我们内部发现那个研发内部发现的那些东西 然后他管理他的一些工具呢 有trace啊或者说ready 这两个呢都是比较基于那个敏捷开发的那种流程来做的问题 跟踪的系统 我们需求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有把它拆分成好多好多的模块 然后每一个模块啊 他要实现哪些功能 什么时候实现 由谁去实现 实现的怎么样 等等 这些东西呢都可以用这些工具把它给管理起来 那个trace呢是一个开源的 然后ready呢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商业的企业级的应用 然后就是编写设计文档 我们需求分析完了以后 就要编写我们的设计文档与开发文档 设计文档呢 那个产品方他们可能会编写的产品设计文档 然后我们研发方呢 有我们的功能性设计文档 比如说接口设计这些东西 然后开发文档呢 实际上也就是像我们的具体的技术的实现 应该怎么去做 用什么技术 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发文档 他的写这个的工具呢 这个我就列在后面了 大家自己去Google搜一下啊 然后了解这些工具的使用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功能模块的拆分设计和实现啊 它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要建立哪些包啊 说白了就是要有哪些文件夹 然后呢要有哪些模块 每个包下面要有哪些模块 每个模块里面又要有哪些接口 或者说有哪些类有哪些函数 它的设计和实现 这一个步骤实际上是在第三一个步骤上面来 啊 这一个步骤呢 也可能是大家最看重的一个步骤 实际上这个步骤 我之前就说过 它可能更多的是那种体力劳动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之前的需求分析 然后呢把设计文档给写好 这个写代码实际上都是你照着设计文档 把我们的人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项目 我们是为了解决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的购物系统 是为了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在网络上购物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应该去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拥有哪些技术呢 这个是在设计的那个过程当中 就考虑完了的 就把它想好了的 然后在编码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只是按照我们的文档 去把它翻译成计算机语言而已 把它制作成 能够在操作系统里面运行的一些代码 做完了 功能实现完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单元测试 然后单元测试呢 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有Unitest 然后nose nose呢是一个比Unitest呢 要简化的一些工 要简化的一个 那个单元测试工具 然后moc moc呢它是用来虚构 虚构一些接口的返回数据的 大多数主要用来做这个用途 比如说我们在单元测试的时候 啊我们执行某个凯数 啊我们执行某个凯数 我们期望它呢 环境的自动化 我们在测试完了开发好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项目也许是开源的 对吧 也许不是开源的 开不开源的我们都需要打包 打包好了之后我们的运维才能够拿到我们的安装包 在服务器上去安装部署啊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而不是说直接把我们的圆码拷贝过去 然后再怎么让它运行起来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运行的项目和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运行的项目 是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然后还有一些建立自动化的运行环境 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虚拟环境的管理 用PIP啊Virtual Event啊这些 在我们的实际的部署当中呢 也会用到这些的工具啊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可能会部署不同的项目 那不同的项目呢可能有不同的依赖啊 我们也需要用Virtual Event的这样的工具 来把它管理起来 然后呢就是原码版本的管理啊 原码版本的管理呢 我们最要用的那个版本管理系统呢是Git 那么Git呢就有 它的管理工具呢就有GitLab啊或者说Github 这个呢 这两个工具比较类似 但是GitLab呢是更多的企业内部使用的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啊 我们就可以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就不会把这个代码的暴露在 英特尔网上 有了这个GitLab或者说Github这些东西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除了我们的团队开发啊 我们能够从这个平台上非常方便的了解 团队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项目的动态啊 我们还可以和Ginkins啊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持续的集成 我们把代码提交到了GitLab上面以后啊 然后呢通过一些构置什么的触发Ginkins来自动的构建我们的项目 然后来跑测试 然后再来集成 这样子呢非常的方便啊 就不用我们人工的去做很多的工作 然后持续集成呢 持续集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啊 没有持续集成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周期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 某个版本开发完了以后才能够去 才去发布一次代码啊 然后呢去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去跑一些测试 发现了问题过后呢 有可能因为那个周期比较长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好排查 也就不好解决啊 然后这个持续集成的概念呢 就是说 至我们项目发布以后啊 至我们项目发布以后 我每一个人员的每一次提交 他都会去跑一次这个测试代码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代码已经好了 然后张三他提交了一次代码 然后这个持续集成的工具呢 就会自动去跑他的代码去跑他的测试 如果测试没通过或者说这个 因为张三提交了代码以后呢 整个项目就崩溃了 那么很可那么很容易就会发现 这个问题是张三的代码不规范导致的 或者说他的代码有问题导致的 就能够马上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这样子呢就把问题越早的暴露 我们修复和发现他的成本呢就越低 然后那个build boot呢 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啊 那个在python官方有推荐的 他也可以做类似的工作 然后部署呢与公开的发布啊 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个工具 叫做fabric 用那个fabric呢可以编写自动化的 那个发布脚本啊 整个像那个什么呃代码的编写 像gitlab jinkins fabric这些工具呢 你把它整合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自动化的部署 和发布环境啊 然后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可能希望结合我们自己的项目来做啊 来理解和了解这些东西 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呢 是有限的主要的给大家讲解 是我们的怎么去使用jungle 而这一些团队开发当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呢 由于时间有限 我真的只能给大家蜻蜓点水的提一下 大家下去以后呢 自己根据我们的这个 根据我的这些提示吧 去好好的学习了解啊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东西更多 掌握更重要的东西 才能够在应聘面试的时候被企业更看重 好了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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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